明模和高富帅齐聚的三亚海天圣言 涉嫌聚众也乱一事 成为最近网络热点话题 牵涉其中的除了有明星之外 其中一位三天赔税赚60万的嫩模 也引起网友广泛关注 最近该嫩模便被网友人肉了出来 据悉该模特为新思路平面模特孙静雅 随之被扒出的还有他的一段裸聊视频 视频中孙静雅穿着黑丝袜 钉子裤性感文胸 画面之火爆尺度之大 引起网友热议 就在此事闹得沸沸扬扬时 事件当事人孙静雅打破沉默 称此事件纯属炒作 自己并没有三天赚60万 去三亚只是旅行 自己只是替死鬼罢了 真正的主角你们惹不起 当网友们纷纷猜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时 4月9号凌晨 孙静雅又发微博 表示被挖出的裸露照片是跟前男友的自拍 只是自己比较倒霉 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罢了 随后他又反问网友 我年轻我有资本 为何不能拍照 之后便关闭了微博 针对此事件 记者采访了多名相关人士 指出海天圣岩本身并非言乱派对 但私人小趴确实存在言乱现象 也确实存在个别高级名模 三天赚六七十万的说法 但对方并不确定是不是孙静雅 该爆料者还称 这些经常参加party的人里面 属模特权最乱 其次是演员圈和广告圈 在报价方面 内地女孩中上海姑娘要价最高 其中模特 三流小演员 女大学生都有 优酷全娱乐 遭凯 北京 马五之夜再度引爆全球 最新style即将横空出世 妙书韩国首尔演唱会 4月13日17点30分 优酷音乐独家直播